2003年深圳市布局镇 先后有14名年轻女性神秘失踪 这些女孩都是20岁左右 失踪前都去过同一家职介所找工作 之后就不见踪影 2003年,19岁的湖北女孩张云 被父亲张军强带到深圳打工 5月26日,张云前往布局镇 深信源职介所找工作 到了中午,父亲见女儿还没回家吃饭 电话也打不通,感觉不对劲 她担心女儿出事 于是急忙跑到职介所寻找女儿 然而当张军强询问职介所员工时 这些员工的反应却相当冷漠 甚至干脆直接不搭理 无奈之下张军强只好报案 见到警察上门 职介所员工的态度才好了一点 在民警的强烈要求下 职介所经理才拿出当天的记录 根据记录 张云确实在职介所填过表 但记录上没有说明是哪家公司招聘的张云 于是寻女心切的张军强 想要当天前来招聘的50多家公司的电话和地址 但是职介所经理却以商业秘密为由 拒绝提供 旁边的民警都看不下去了 要求职介所必须配合调查 经理件混不过去 只能说实话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这些公司的详细信息 原来因为这家职介所生意很好 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 就只管收钱 至于招聘公司的信息登记 和营业执照审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职介所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找了几个月 女儿没找到 却碰到了几个和她一样遭遇的人 这些人同样是家中有年轻女孩神秘失踪 失踪前都曾前往 身心源职介所找过工作 从5月26日开始 仅仅4个月的时间 前后共有10名女孩 在身心源职介所求职后 神秘失踪 而且就在警方调查期间 竟然又有4名女孩失踪 有意思的是 前后失踪了14个女孩 身心源职介所却照常营业 好像这一切和她们没什么关系一样 于是警方就死盯着这个直接锁 对所有的招聘公司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终于一家公司的招聘经理黄某 向警方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说在招聘期间 注意到一个湖南口音的招聘经理 似乎不太正常 这个人看起来很阴森 衣着很土 头发很乱 和那些西装革履的招聘经理完全不同 他经常带着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一起招聘 这女的看上去呆板木论 说话磕磕巴巴 不像个女助手的样子 更奇怪的是 这个人经常打着不同公司的旗号招聘 起初黄某以为这个人就是个骗子中介 后面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这家伙只要20岁左右的乡下女孩 这就奇怪了 就算是骗子也没那么挑衫拣事吧 后来黄某听说直接锁失踪了好几个女孩 就开始怀疑这个湖南口音的家伙 恐怕是个人贩子 此外直接锁的一名老保安也向警方反映说 看到过一个湖南口音的人 鬼鬼祟祟的 还冒充其他公司的招聘人员 老保安曾向直接锁前台反映过 前台小姐却说 你管这么多干嘛 看好你的大门就行了 人家是交过钱的 那时候骗子挺多的 老保安以为可能就是个骗子 骗点钱也不是什么大事 直接锁都不管 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如此看来 这个男人很可疑 根据老保安和黄某的回忆 警方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继续走访调查 在周边走访期间 有个湖南米粉店的老板 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但是只知道他叫老马 是湖南横东人 这人是店里的常客 还带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 因为是常客又是老乡 所以老板知道老马家的地址 得知老马的地址后 警方很快就赶到他家 敲门后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开门 这个男人表情阴森 突然见到警察 他顿时有点慌 但是对于警方的盘问 他都是一问三不知 而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已经回老家了 于是民警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 这一搜却让民警大吃一惊 先是搜出几部女士手机 在墙角的一个大包里 还找出一些女性衣物 在一个警所的抽屉中 还发现十四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名字 正是失踪的那些女孩 警方极为震惊 立即对这个中年人进行了审问 嫌疑人交代说自己叫马永 是湖南横东人 大专学历 其他问题一概回答不知道 警方省了二十四小时 如果只是骗子 没必要这么顽抗 警方越发怀疑他就是个人贩子 提起人贩子 人们都是恨之入骨 恨不得乱棍打死的 警察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再加上陪着货耗了二十四小时 于是就给这家伙狠狠地上了一课 马永硬撑了几天 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 才挤牙膏式地继续交代 他说他是一个专门拐卖年轻女孩的团伙 二十多岁的女同伙叫段志群 由他们俩负责去直接所搞假招聘 前后骗了十四个女孩 都卖给香港的黑社会了 得知这个消息 失踪者家属全都悲痛万分 纷纷请求警方和媒体 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亲人 暗指在香港那边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香港警方和市民 也在积极帮助寻找失踪女孩 奇怪的是闹了这么大的动静 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失踪女孩 深圳警方和一些家属 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 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无论警方如何逼问 马勇始终没有交代过 他所谓的拐卖团伙其他成员 部分失踪者家属也开始清醒过来 认为自己的女儿或者妹妹性格刚烈 不是那种会心甘情愿做小姐的人 在警方的重压之下 马勇只是交代了女同伙段志群的去向 段志群和她是情人关系 已经回老家了 于是警方在段志群的老家将其抓获 在警方的突击审问下 20多岁的段志群很快就慌了 向警方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其实14名女孩根本就没有被拐卖 而是全部被他和马勇联手杀害了 这些女孩被他们骗到出租屋后 就会被勒死 然后碎尸 期间马勇说 警方有颅骨恢复技术 于是就把被害者的脸皮割下来剪成几块 用斧头把头骨敲碎 毛发烧光 在铁证面前 马勇终于承认 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拐卖少女的团伙 14名女孩全被他杀害了 作案动机就是抢劫 11月27日下午 马勇端志群被判处死刑 12月18日 两人被注射处决 案子破了以后 身心源直接锁很快就被查封了 至此这起案件终于告破 案子虽然破了 但还是有些奇怪的地方 让人细思极恐 第一是这些女孩身上根本没多少钱 手机也不是什么高档手机 正常人不至于为了这点钱谋财害命 第二 马勇和女同伙断置群是情人关系 如果马勇是杰社的话 按道理断置群是不会帮助他的 第三 为什么马勇要割脸皮 打碎头骨 烧光体毛 他是大专学历 难道不知道有DNA检测吗 究竟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 还是心理变态 第四 马勇杀害的14个女孩 全都是在身心源直接锁骗到手的 只在一家直接锁寻找目标 这样很容易被警方盯上 然而凶手已经被处决 这些疑问也就成为了永远的迷